柳中原之二 花園的空氣真是清新 老爺,早晨 早晨,你這麼早就起床了? 是啊,老爺,我只顧著花 難怪你早就出來花園 原來只顧著花 是啊,老爺,你看看月桂花開得多漂亮 有紅色,有白色,還有黃色 是啊,風枝露葉 不僅說花開得漂亮 連枝葉都生長得這麼好看 是啊,枝葉婆娑,真的很多人喜歡 阿香,這種花這麼香,是什麼花? 哦,是貴花 那邊還有米仔蘭,也在開花,很香 我也不知道原來你這麼懂得種花 其實那些花都不是全部是我種的 有些是郭托托買的 郭托托? 那個名字這麼有趣,誰來的? 我聽公差的伯說,他是駝背的 他彎著腰骨來走路的 那些人就安了他的花名,叫他做托托 哦,那叫他,他不生氣嗎? 那我就不知道了 公差阿陸進來了,你問問他吧 大人,早安 早安 二夫人,早安 早安 阿陸,郭托托是誰來的? 大人,郭托托是一個種樹的人 他也兼了種花的 這些花是光顧他的 他種樹的,種什麼樹? 哦,那就多了 果樹,又有荔枝,龍眼,石柳,金和橙 桃和梨,又或者種盤栽植物 這棵羅漢蟲,那棵佛土竹,都是他種的 哈哈,種得挺好的樣子 青青綠綠,好貌盛 還有啊,阿陸親手種的植物,就算是移植的,換盤的,都沒有說不生的 哦,真是這麼拿手? 真的,大人,不止這樣啊 阿陸種的樹木又快高長大,又一早開花結果的 這麼奇妙? 是啊,他做人挺老實的 他自己改名做托托的 哦,那這個人也挺有趣的 我想見一下他 啊,好啊,大人 不巧叫阿陀來見一下你 嗯,不用了 他住得近不近? 很近的而已 那他住的地方有沒有花園? 有,他有花園的 就在他家旁邊種了很多花草樹木的 嗯,這樣啦 今天下午我去探一下他 順便看看有沒有漂亮的花草樹木 啊?大人,你親自去探阿陀啊? 嗯 嗯,怕不怕 啊? 哦,不要緊 我身為太秀,應該深入民間 了解百姓的生活動態的 是,小人聽後大人猜獻 嗯,記住今天下午了 哦 哎,阿鄉 啊 還在淋著花? 是啊 呢,這棵幸花結子了嘛 所以就要密些施肥了 我很有心思打理他的 下午我們一起去阿陀那裡 看看他種的花草樹木 好啊 哈哈,這棵狗里香 生得挺有氣勢啊 哈哈哈哈 阿陀 那棵狗里香 固自然生得好 那棵桃花不是種得挺好 你看是不是? 哎呀,老婆 你真是尋味的 整天都拎著這幾句話 那是呀 我很關心的 這些果木是我種大 是啊,是啊,厲害了 喂,老婆 剛才你去祠堂開會 補甲長有什麼說 不是呀,那三幅被 說來說去都是叫人注意耕種 他說就來九月了 那時候要趕著割和 那大家要合作幫忙 唉,這種嘗試是人都知道 還用他說的 還有什麼吩咐? 沒有了 那麼,走了嗎? 怎麼這麼快? 沒有這麼快去走 當然是吃完餐飯才走的嘛 喂,那不就又搞到鄉長了 那就是了 鄉長呀,補甲長呀,袁外呀 整個班人在那裡吃飯喝酒 唉,喝到天氣都可以了 那就是了 免時失事 煩到死 幸好你不去 啊,好像有人來了 讓我看看誰 喂,喂,是衙門的公差 哎呀,難道又來叫我們去祠堂集會? 不像,不像 公差後面呢,還有一棵樹遮住 看見,看到了,看到了 有個男人高高瘦瘦 三十多歲 後面還有一個女子 喂,他們的衣著不像是鄉下人 蛤,那是誰呢? 哎呀,糟了,當然是那些官 上來叫我們去開會,聽訓話 喂,有沒有人啊? 阿圖在這兒啊 是,在這兒啊 我是啊 請進來坐吧 這張椅子乾淨的 坐吧,坐吧,老婆去斟茶了 坐,坐,坐 好,好 這樣的,我們老爺呢 說想看看你的樹 又想跟你聊聊天 哦,想看看樹吧 好啊,好啊 老爺,太太,警官,請喝茶 行了,行了 不用客氣,我們來逛逛 好啊,對了,這位老爺,貴姓啊 哦,不用介意的 我們老爺姓柳 不過他又不想說出自己的身份 你稱呼他柳老爺太太就行了 哦,這樣啊,好啊,好啊 柳老爺,太太,有什麼需要 請隨便說吧 老爺啊,不如大家看看花果樹木 一邊走一邊聊,好嗎 好,我就是想這樣 阿香啊,你好聲地走啊 老爺,我會的了 太太啊,我扶著你啊 那些路有點滑,石頭不平的 好容易滑倒的 不用客氣,我會小心的了 啊,花果樹木真的漂亮 是啊 山谷這麼大個 哇,是啊 原來是珍珠石柳來的 個個都這麼大 大到裂開個口 還看到那些珍珠,粒粒粒正形通透 來,那些橙就夠大個了 橙紅色,圓粒粒的,多搶眼 老爺啊,盆景在這邊,多靜止一下 是啊,好有心思 老爺,你過獎啦 阿香啊,你慢慢看 我跟這位老闆聊一下 好啊 太太啊,過來這邊 有些樹花種了的了 好啊 老闆啊 老爺 聽說你很會種植的 有什麼心得呢 哎呀,老爺 我們這些窮等人家懂得什麼啊 不過自小就跟著那個老爸 學一下學一下,有多少經驗而已 我不懂事的 哦 從西學到老啊 是 難怪經驗這麼豐富啦 是 其實我一陀 都沒有什麼方法令樹木繁殖的 不過是順著樹木的天性而已 哦 順著樹木的天性? 是啊 很有學問的 是 我認為 但凡樹木呢 它的根一定要有地方給它舒展 嗯 就不要時時動那些泥 等到培養那棵樹生長成了 那就要留意它不要太過密 要疏風 有日光照到 那這棵樹就自然會漂亮的了 哈哈 是啊 是呀 好有道理 是 所謂根屋自然業茂 是 花繁就會果石了 是 是 是 我想都是這樣 差不多 我不懂得這麼多東西 哈哈 種植之後 你就不要經常搞它了 搞它不行的 如果照樣做棵樹又會怎樣呢 如果這樣做棵樹就可以了 我種的時候 對它就像子女一樣 那樣愛護它 以後我就不會騷擾它 也不會摸它 所以 這些東西是無他的 是吧 沒有傷害到它的果實 這樣就可以了 嗯 你都不要時髒擾它 總之 是 順著樹木的本性來種 這樣就可以了 哈哈 有道理 這個真是好方法 不過 如果相反來做 又會怎樣呢 哦 這樣啊 哈哈 我想就不太妥了 有些人呢 就因為愛之太恩 是優之 就是太勤 哈哈 日又看看她的東西 摸摸她 整天淋水加肥啊 那樣 還有些人呢 幫些樹皮檢驗一下它 那樣的 或者搖一棵樹 你看那些樹葉 疏擾或拔 那樣 那樣搞法就不太妥了 啊 當然啦 這樣做不太好 嗯 別說樹木呢 人都不行了 是咯 這麼騷擾 棵樹很不耐煩了 是啊 就是這樣咯 是啊 是啊 老闆 如果用你的方法 來譬喻官府 你猜可以不可以呢 啊 老爺啊 官府道理 我不懂了 不過我見到一些長者 經常來法號司令 我就覺得很煩 啊 法號司令 是啊 看她的樣子就好像 好連惜她的子民那樣 但是 哎 其實我說她騷擾老百姓 是真的 啊 是啊 有什麼事發生啊 是啊 發生什麼事 剛才才開完會 現在又做什麼啊 哦 那派那個保鴿長 留了些吩咐 叫你們再去過 受訓過了 你說她還沒走的嘛 我不去了 叫兒子去吧 喂 看看做什麼都好嘛 喂 你真是氣死了 兒子啊 大啊出來 出來啊 哦 我出來了 嗯 有什麼事啊 哎 去去禮堂看看 有什麼事幹 哦 當然又是召集聽話啦 還有什麼大事啊 那就去啦 聽聽也好嘛 那去就去啦 他們這樣真是挺煩的啊 啊 阿香啊 啊 選到什麼花啊 哦 有兩棵金吉 我也挺喜歡啊 已經有很多金吉仔在這裡了 過年那陣子放啊 認真合事啊 好 那要了它呢 嗯 老闆啊 麻煩你計算 哦 哦 啊 啊 啊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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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婚前的 快 收了它 嗯 老爺呀 總之 合心水的 你就拿去放呀 那怎麼走啊 我不可以這樣做的 這些是辛苦錢嘛 你應該得了 是呀 阿陀,我們老爺很公道的 你收到他 多謝老婆老爺 別客氣 柳大人,你這篇《國託陀傳》寫得好 諷刺官府 讓他知道民心也好 和尚 雖若愛知,其實害知 雖若憂知,其實受知 我為人父母官都很擔心 過猶不及都會成為災難 大人飽讀儒家學說 而且又深深了解佛教道理 我相信大人對世間民情會處理得很恰當 和尚 實不相瞞 我長期被皇室貶責 現在又派到永州 地方偏僻 正所謂窮鄉辟洋 地脊民貧 每個地方都這麼落後 這道百座代舉 就算我围观清正 肯去努力 都是不够的 大人你怎么处理自己呢 是不是很心烦呢 不过心烦之外 我也会打醒精神的 兴建房屋 修整街道 提倡开狠荒地 大量耕种 还有 我要着力废除买卖奴婢制度 好啊 奴婢都有父母所生的 是人来的 有钱人家以为 这样就可以隔断人家骨肉 真是没阴影 这些功夫 都是全凭我研究佛教道理 可以说是拜佛陀所持 它影响我有大无畏精神 令我精进勇猛 是 柳大人对待国家 人民尽忠着力 可以说是 今世的好官 过奖了 佛家精神 注重慈悲 智慧 又教人守戒律 这些这么生活化的主张 我好接受 所以今天请和尚来 就是想谈谈一下佛理 开启愚目 柳大人太客气了 那我们随便谈谈 我感谢了 我感谢了 我感谢了